大家都公认疫苗是控制传染病的最有力的技术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疫苗研发的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 都做出重要的指示批示 要求要加快疫苗的研发 强调疫苗作为给健康人使用的产品 要把这个安全性放在第一位 科研公安组自成立之初 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疫苗研发作为重中之重 布局了这个灭活疫苗 重组蛋白疫苗 腺病毒载体疫苗和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 以及这个核酸疫苗 五个技术路线可能大家都知道 进行研发 组织全国的12个优势团队进行联合公关 严格按照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这个要求 在不减少程序 不降低标准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规范有序的开展研发工作 那么目前 我国的这个疫苗研发工作 这个总体上 是处于领先地位 那么就像刚才记者朋友所说 我们每条技术路线都有进入临床的这个阶段的疫苗 具体来说已经有13个进入了临床阶段 其中这个灭活疫苗和腺病毒载体疫苗 两种技术路线 共4个疫苗进入了三期临床 那么4个进入三期临床试验阶段的疫苗 总体上进展顺利 截至到目前 共计接种了约6万名的受试者 未收到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 初步显示了良好的安全性 三期临床试验结果 是验证疫苗保护力的 国际公认的有效性的指标 那么在目前我国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不具备开展三期临床试验条件的情况下 那么如何选择合适的地区和受试的人群 以及顺利地组织实施三期临床试验 那么是目前开展三期临床试验 面临的主要的问题 那么下一步科研公关组 将遵照科学规律 依法合规 按这么一个原则 积极推进疫苗的研发工作